你可以用旧玩具做这么多很酷的东西 拉里路这次是来帮你放松的 路西想睡觉 毯子太暖和了 枕头又不对劲 现在几点了 我在半夜又醒了 还做了一个关于美人鱼的梦 肯定是因为它 路西带着她的美人鱼又睡着了 让我们把这个旧娃娃改头换面 我们有个主意 修剪两侧并平滑边缘 取出内部 像这样塑造这块 首先用一层橡胶漆做挤压 然后把尾巴涂成粉红色和紫色 听见些装饰品 并开始做棋 这种泡沫只会配上用场的 把紫色的闪光撒在尾巴上 这尾巴好软啊 触感也很好 但现在美人鱼想花时间和她的海豚在游泳池里喝可乐 下一块薄薄的发泡胶切成小块 在三个玻璃杯中倒入 粉色 蓝色 和橙色的水 将发泡胶倒入水中 让其浸泡 现在孩子们有一个软游泳池了 它们可以滑得非常快 还不会受伤 用粉红色的鱿鱼做两样新东西 首先我们来做拖鞋 左脚和右脚 用笑容球和毛沾额都装饰它 这些脸真有意思啊 从剩余材料中切出睡眠眼罩 画出昏昏一睡的眼睛 并沾上弹心袋 巴比决定在家休息一天 领域后涂沐浴乳和发膜真好 读书让我昏昏一睡 是时候穿上睡衣 带上睡眠眼罩 去睡觉啦 大家晚安 该买一个新的美妆单了吗 让我们用旧的这个做个头盔吧 取出中间部分 给娃娃试试 用橡胶漆 和附加袋绘制条纹 和绘标 我们可以用一块柔软的海绵做护膝 添加绘标 护膝准备好了 星迪一直想学习如何花冰 但是学语言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 她的朋友知道她的梦想 并给她做了一件礼物 打开它 哇 耶 溜冰鞋 跌倒了怎么办 我不能花冰 我们将学习如何花的 如果你跌倒了 头盔和护膝将保护你 牵着我的手 走吧 快 哦 我跌倒了 一点也不疼 谢谢你的礼物 很快 星迪学会了如何花冰 甚至还会做一些花石 露西的演出被取消了 现在她必须打很多电话来帮自己解释 哦 我太着急了 空闲的时候我得吃点零食才行 嗯 蛋糕 等等 你一点也不饿 还是拿着这个解压玩具吧 嗯 你是对的 这是个好主意 闻起来真香 这些海绵看起来就像蛋糕 这块怎么样 这简直和真正的蛋糕一样 添加细节 把它涂成粉红色 用一块看起来像奶油和樱桃的海绵装饰它 闪光结冰给它一种特殊的味道 好 女巫决定学烹饪 好吧 让我们打开这本食谱 这是我们的食谱 嗯 我们需要一些想象力 一些魔法和一些善良 你一捏就好了 合合所有成分 并添加一些魔术 多么棒的食谱 蛋糕看起来很完美 它柔软又美味 哦 我真的很擅长烘焙 这个海绵器娃娃早就像改变它的样子了 让我们去掉它的丸子头 拿出一些材料 剪两条细条海绵 将电线连接到耳机 刺着头戴 耳机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把它涂成黑色 和金色就像这样 得到第一对耳机的是我们的幸运鹅 这个限量版甚至还有金脸 哇哦 我幸运杰西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 我总是很幸运 现在又有耳机了 杰西来听音乐 当它带上耳机时 周围的一切都变了 音乐把它带去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当你这下耳机 听到的是一个安静的公园 露西听我说 这是一个神奇的耳机 每首歌都是通往不同位度的门 露西也买了这个耳机 她很喜欢 这个绝发娃娃喜欢糖果 但她的裙子上有很多污渍 让我们用一个海绵 做一套新衣服吧 切下顶部 比像这样删除中间部分 涂抹白胶 添加一层植物油漆 用气球做上衣 在裙子上加一条大裙子 可以调两片腰带 现在我们的娃娃是一个真正的糖果仙女了 哇 我可以同时做梅花糖和棒棒糖 她邀请她的朋友过来 我要炫耀我的才能 哇 多么美味的蛋糕啊 还有这个 你是一个真正的魔术师 女孩们很开心地吃着糖果 我也想和些女做朋友 得邀请一些绝发娃娃才行 这样就会有无限甜点了 这只小猫迷路了 正在寻找她的家 从海绵中拆下内部 用软软的面料覆盖一切 小猫会喜欢的 把房子放在楠压盖上 用一根油小龙球 一根电线和毛毡夜做出的樱桃来装饰它 做一层白胶冰上闪光 好美味的房子啊 好像来自童话里 小家伙你迷路了吗 动物仙女帮助所有的宠物 还有魔法给小猫变出了床 哦仙女你找到了汤米 我会把它还给你的 祝你一切顺利 不要再让它晚上单独出去了 切下扣子并像汉堡一样切开海绵 切下中间部分并修剪边缘 涂上这样的蓝色油漆 黄金版主就是我们需要的 用竹子装饰两侧 两个较大的竹子可以变成扣子 这些花太美了 是斯凯拉走的吗 把他们站在盖子上 这样就不会丢了 斯凯拉要去上她的时装课 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 首先她需要做好准备 看看她上次做的草图 四秒本在哪里 不在壁橱里 不在架子上 哦 在这里 在扶手椅上 我会有足够的时间看我的旧图纸 顺势还能做一些新的 不过现在可以去上课啦 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订阅Lan Little频道 并打开T视频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啦 去上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